大家好,欢迎和华沙玛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ian Recovii-Mena Oitsand-Manamarka SVD Valshavi 一起学习波兰语 今天我们来学习波兰语动词完成体和未完成体 词形构成方面的内容 第一种构成方法,前缀法 就是在未完成体前面加上前缀 让它变成完成体 比如看书,读书,chitach 它是未完成体 如果我们强调已经看完了 那么我们需要用完成体前面加上pre prechitach变成完成体 看完了 比如我们写信写pisach 这是未完成体 如果我们强调我已经把作业写完了 那么我们需要用完成体 napisach 前面加上na 再比如说喝东西 喝peach 这是未完成体 喝完了吗? 喝了多少?不知道 如果我们强调喝完不能养鱼 我们要说vpeach 用完成体 喝完 还有很多其他常用前缀 比如 po s u z za 等等 前缀法 这是未完成体变成完成体 最容易辨认最方便的一种方法 好了 我们再来看后缀法 古明思义就是后面这一部分有点变化 比如打喷嚏 我一直打喷嚏 我们用未完成体 kehach 如果我只打一个喷嚏 我可以用完成体 kehnonch 注意 很多以nonch结尾的动词 他们都表示这个动作是一瞬间的 再比如说参观 我每个周末都去华沙老城参观 游览 因为它是周期性的活动 所以我们用未完成体 zvierzach 如果我说我去过一次克拉科夫 参观过一次 这是一次性的活动 那么我们用完成体 zvierzach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种各成方法 词根法 把词根的部分做一点修改 它和后缀法一个明显的区别在哪里 后缀法修改的部分特别少 只有最后一点点 词根修改的部分更多一些 举个例子 女生逛街 逛一下午 那么他们买东西 应该用kupovac 未完成体 如果男生去逛街 他可能去了 买完马上走了 那么他们用完成体 kupich 再举一个例子 办公室每天下午5点关门 每天下午5点 所以这是一个周期性的 重复的活动 那么这里我们用未完成体 lamikach 如果我说有点冷 麻烦您把窗户关一下 这是一次性的动作 所以这里我们用完成体 samk launch 你看这里又是launch结尾的 表示一次性的 瞬间的一个动作 第四种方法 一干法 此干部分完全不同 所以从字母构成上来说 基本上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单词 比如 我很饿 我坐在桌子旁边 一边拿一边吃 一边拿一边吃 这是同时进行的两个动作 那这里的拿 我们用未完成体 plutch 但是医生做手术 有顺序的拿取器械 一个 下一个 再下一个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用完成体 vjongach 如果说我看过泰坦尼克号 这个电影 但是我中间可能睡觉了 对不对 我也不想强调这个 我看完了 完整的看完了 还是中间睡觉了 这样的事实 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用 未完成体 如果强调说 我完整的看完了 中间也没有睡觉 我们需要用完成体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你一样 把好的学习视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大多数波兰语动词 都是完成体和未完成体 搭配在一起 我们称之为 para aspectova para就是一对的意思 但是也有一些特例 有一些单词 它只有未完成体 没有完成体 比如我们特别常用的 beach 是 meach 有 mushich 应该 wmeach 会某种技能 这几个单词 它就没有完成体 还有一些单词 它既是完成体 也是未完成体 所以称之为 兼体动词 比如说 Darovach 捐赠 原谅 所以每次大家学习新的波兰语动词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和它搭配的完成体或未完成体单词 是怎么写的 因为我们前面看了 它有四种构成方法 实际上不是很规律 所以大家只能见到一个寄一个 见到一个寄一个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相对来说 中文里面这个部分就简单多了 几乎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没有这么复杂的变化 好了 感谢大家和华沙玛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ium de Kovie Ménya Oysadu Manomarka SVT WR Shave 一起学习波兰语 再见